乾隆56年,虽是太监一如往常的端来后妃们的名牌 但是乾隆竟选择了当时已经78岁高龄的于妃 那这位神秘的妃子究竟是有何等的魅力 能在古西之年还被皇帝翻牌子呢 在他死后,乾隆又为何要特地的追封他为于贵妃呢 说起于妃啊,咱就不得不提到清朝的后宫等级之等 于妃在乾隆的一众妃嫔里 算是很早就跟在乾隆身边的女人之一 在雍正在位期间呢 乾隆还只是保亲王的时候 于妃就已经进入了王府 但因为他的出生其实算不上高贵 父亲只是一名从无品,原外郎 加着他的容貌也就一般般 所以入府之后并未被乾隆所关注 因此呢,也只得到了一个格格的名号 而当乾隆登记之后 他也就进而被封了个常在 常在是怎样的一种性质呢 清朝后宫的妃嫔普遍分为八个登记 最高一级当然是皇后 紧随其后的是皇贵妃 接着便是贵妃、妃、贫、贵人、常在 和最低等级的答应 试想一下 一个从王爷时期开始就跟着乾隆的女人 最后只被封了一个 倒数第二的常在的头衔 这是何等的尴尬呀 发其一副查皇后先不说 要知道同样是早期跟着乾隆的其他女子 进宫后都要么是妃 受宠的高家士还直接被封成了贵妃 后来又晋升为皇贵妃 可想而知 这余妃一开始是多么的不受重视 而进宫之后 余妃仍然还是老样子 性格老实芭蕉 不争不强 平时也闷闷的 仿佛现在咱们观念里的社恐一般 直到乾隆登记的第三年 偶然路过余妃的寝宫 才突然想到 原来镇身边还有这样一个女人 看着也怪可怜的干脆给他生意几封个贵人算了 于是余妃就这样从常在成为了贵人 但是如此女子又怎么可能长久吸引到渣渣龙的注意呢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 余妃的生活依然犹如被打入冷宫一般 索然无问 悲凉凄惨 既然这么长时间他余妃都没能够得到皇帝的关注 那老了为何又突然受宠了呢 难道乾隆是专好这一口不成呢 其实不然 余妃的突然受宠啊 可以说完全是因为那个特别极其非常争气的肚子 乾隆六年的二月初期 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 余妃为乾隆诞向了他的第五子 爱心觉罗勇琪 没错 就是咱们二叔能详的我阿哥 这勇琪可是个了不得的孩子啊 诗书记载他六岁就习得骑舍 八岁便能诗绘画 十几岁更是精通多种语言 什么满语汉语藏语蒙古语 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信手拈来 而且因为余妃和皇帝相处的机会实在是过上 也因此只有勇琪这么一根毒蜜 所以余妃可以说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 对勇琪的栽培当中 颇有些孤注一掷的意思 而事实证明皇天不负有心人 勇琪果然没让自个儿的母亲失望 这爱心觉罗家多少年才出了这么一个天才儿子 乾隆当然是对勇琪喜爱非常 而且在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五那天 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令乾隆是打定了主意 将来要立吴阿哥勇琪为胎子 什么事呢 话说那天乾隆夜游圆明园 在九州清宴殿举办宴席 却不料店内突然走水 大火顿时烧起 一众飞品阿哥太监宫女是仓皇头 甚至都忘了去管自家皇帝的死活 只有这五阿哥勇琪不顾自己的安危 一路背着父亲逃出火场 这才救了乾隆的性命 否则一代帝王乾隆可能早就死在大火中的圆明园了 正是因为在勇气身上乾隆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温情 架着这个孩子从小聪颖伶俐 智慧超群 在一众阿哥里绝对是金字塔顶端的存在 所以让乾隆早早就起了立储的意思 而这储君的母亲如果只是个贵人多说不过去 所以没多久于飞便靠着自个儿的这个宝贝儿子一路晋升 终于被封为了飞 而为了时刻能见到自己这乖儿子 乾隆也是接二连三的往于飞的寝宫爬 也让于飞就此过上了人上人的自义生活 言至此处有人自然会想他 这五阿哥不是英年早逝吗 没了儿子这个靠山 于飞又平和在78岁害毒的恩宠 没错 了解亲世的人大多都知道 这五阿哥勇齐可谓是天度英才 在乾隆三十一年便一病不起 早早的去世了 年仅二十五岁 对此乾隆是有多悲痛多重心 从他把当时主治勇齐的两个太医 发配到宁古达 终身且世代沦为剑籍 勇士不得回京这一座宝 就能看出这五阿哥在他心里是多有分量 取他一条病 简直就是犹如割掉 乾隆心尖上 一块肉啊 可是事已至此也没办法 于是才有后来乾隆挑选嘉庆 为储君的结局 可我们都知道 在嘉庆继位之后 乾隆便当了太上皇 都迟迟不肯放选 直到自己宴席归天 可想而知乾隆对自个儿 后来立的嘉庆 那是千万个不满意 不放心 因为在他心里那个最棒的孩子 已经在几十年前 就早一步离开了人世 也正因如此 每每到了永齐的忌日 乾隆都会坐视一手 以此怀念这个自己最爱的孩子 甚至有学者考证 在乾隆晚年时写下的诗作当中 用来纪念永齐的诗篇 几乎和他怀念发起 复查皇后的诗作数量 是不想上下的 也正因如此 乾隆在晚年时 经常翻起于飞的牌子 两个老人并肩坐在寝宫 躺在床上 也许并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 只是单纯的画画家常 谈谈晚期 毕竟他是永齐的母亲 毕竟他们之间有太多 和那个孩子相关 共同经历的温暖岁月 如今私人已逝 旧人不在 而自己亦逐渐年迈体衰 也许只有美好的回忆 能支撑起这最后的岁月 乾隆57年5月21日 于飞病逝 正好是他被频繁翻牌的一年之后 其死后被乾隆追奉为于贵飞 是祭奠昔日的飞子 更是祭奠那个酷命的孩子